近日,汇集来自中国和英国的104件19世纪至20世纪的珍贵文物亮向甘肃省博物馆。 展品中包含折扇、铜板画、骨器、通草画等文物。 其中,一些销往欧洲的制作十分精巧玲珑的折扇最为亮眼。 展览从同时期两国的交通和城市、商业和市场、社交和娱乐、家庭和女性四个部分展开叙述。 甘肃省博物馆陈列展览部负责人王楠楠向记者介绍。 19世纪的清朝是中国封建王朝的末期,而在英国的维多利亚时期是西方飞速发展的黄金时期。 但在这一时期中,中华文化的影响力依然禁酒不衰。 从陈设在英国贵族居士之内的精美中国瓷器,到被西方社会喜爱的茶叶饮品, 再到欧洲贵妇手中的玲珑金桥的折扇,都表达出西方社会对于遥远东方文化的憧憬与向往。 这个扇子本身这种知识是中国人的知识。 但是欧洲人喜欢这个,所以定向的一种装门,或者有益生产的外销的一种扇子, 它可能加入了大量的中国的传统文化元素,加入了中国传统的这个民间手工技艺。 可能它有象牙,戴帽,弹箱,还有罗电,就是车区。 这个扇子的话是银磊丝,溜基,烧兰,做的一个扇子。 扇面是纸质的,但是扇面上的人物的脸都是用象牙切片重新绘制的。 王楠楠介绍,本次展览的展品大多为中国销往西方的手工贸易物品, 例如当时主要用于出口的通草画,题材以反映清末的社会生活场景和各种形色人物为主, 诸如官员像、杂耍图等等。 作品造型生动,色彩浓艳,人物刻画为妙为效。 此次类别丰富的展品见证了19世纪英国的光鲜和大清王朝的余晖。 也在200年后,向人们揭示了一个更加立体的晚清与维多利亚时期。 这些文明的一统在海上丝绸之路上交汇交融, 深刻影响了两国文化面貌的发展形成。 再买功能,将其进度和对见一统在海上丝维多利亚时期发展。 再买功能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